日前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了北京军区并强调北京军区地位使命任务环境的特殊性 习近平要求军队必须听从中共的指挥 而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再次向军队喊话 可以看出习近平非常担心中共政权的不稳定 据大陆媒体报道 习近平这次视察北京军区期间召集团引上军官会议 再三强调北京军区地位的重要 习近平还要求官兵特别是中高级的领导 要站稳政治立场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 从现在的局势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军队没有完全绝对的受共产党绝对的领导或者统治 如果控制了军队根本不需要讲这个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没有三天两天就给他的部下军官们去讲话 你要绝对听我的领导有吗 没有的 今年1月习近平到北京市视察武警部队时 强调武警维稳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要求武警部队要成为一支所谓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中共军队总政治部今年3月发出通知说 习近平在12届人大会议期间 要求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等 习近平在6月下旬连续4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 再次呼吁中共军队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 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 而在7月8号晚间中共喉舌央视播出的新闻联播头条中 习近平要求军队带头维护中央权威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对军队喊话 他们非常担心他害怕军队的控制不了 尤其在这个时候经济下滑 政治上共产内部斗争 民心动乱 社会浮动 各种反抗啊抗暴啊维权啊 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军队 他们是很清楚他们的利益所在 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是报道 离心里的三心两意的 所以习近平在讲这个话 习近平的言外之意 军队里不但有人搞分裂还不听话 对军委的决定只是表面的敷衍应酬 也说明军权问题一直是习近平的心病 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度的变化 军队本身也在变化 很多人看到共产党这样统治的国家 管理的军队他们非常的不满意 现在正处在变革的一个关键时刻 未受外界关注的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一案 官方已正式对薄熙来提起公诉 薄熙来开庭的想法 与此同时习近平又访问了北京京区 这两件事情凑合在一起 很有贸易的 这里面说明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 情势是非常复杂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再次强调军队要听党的话 蔡贵华认为薄熙来的与党 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投靠习近平 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干扰的作用 习近平不仅心事重重 而是非常担心 头上那把刀不是什么时候掉下来 因为这个刀是他的内部斗 这个刀是在里面杀出来的 所以这个局面怎么变 没人的料到 评论人士薛海撰文说 全世界的人们把目光全都聚焦在中国 关注着中国人未来的命运 而这一切都因为有一件地球人 都值得关注的大事将要发生 那就是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大恶极者薄熙来 将于八九月份在中国山东被提起公诉 那么对薄熙来如何量刑 被外界认为是对习近平等 所谓中共新领导班子的考验 如果习近平能从中共独裁体制中挣脱出来 既救了他自己也救了全中国人民